立法院党团总召傅婚旗的母亲刘满兰 在7月24号晚间逝世 想骑兽90岁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特别到花莲之意 和立法院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一同到场 而今天是父亲节 不过柯文哲在脸乳上po出 自己92岁父亲的病床照 他表示爸爸即使走路没有拐杖 就常常跌倒 还坚持要骑单车到外面逛逛 自己告诉他不要一个人偷跑出去骑车 但是柯爸还是觉得自己骑慢一点就好 时不时自己常常跑出去 结果前两天摔车弄出了不少擦伤 他表示他在父亲节前夕回到新竹的医院看他 拜托他不要再一个人去骑车 希望柯爸爸能够听他的话 而他也回顾自己小时候和自己父亲的相处 他总是觉得 他的印象爸爸就是不苟言笑 父子店面只有点头也很少讲话 而爸爸的身体一直都很好 每天都还可以开车打网球 不用他们操心 不过这两年他的健康状况比较差一点 众听变得更严重了 也变成更不爱跟人聊天讲话了 TVBS大运动家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 All Win All Win All Win